一针剑血不应是评价护士和格与否的标准,护士小林在广东省某的儿科工作,这天,科里来了一个五个月的宝宝住院书页,包包有二十三斤重,全身肉乎乎的,四肢犹如莲藕分鞋,长着一双胖嘟嘟的包子手,结果,手背足备轮流扎伤止血带,还是找不到血管,最后在头部找到一根极细的血管, 一针没有回血,退针就肿了起来,穿刺五次家属要求一针赔一千元,强硬表态,小林一边道歉一边喊来私生同事帮忙,结果第五针才加上,家人不愿意了,闹着要赔偿要说吧,一针索赔一千元,小林后来告诉我,这次由穿刺失败引发的获利纠纷,他们做了一下处理, 一,鉴于家人不配合,为不影响病情,建议其转院,截止此时处产生费用,由我却承担,二,如患方不同意转院,就签署至情同意书,无条件配合,不则将拒绝给其, 三,由护理部进行一次特殊互换沟通,显明具体情况和处理意见,如患方选择继续在我院,由护理部安排全院定卖书业,阻击能高手其余专门,如患方无理取闹,就报警处理或由保安强行去处理院, 家属赔款不成要求道歉,义务科长回答,不可能,家人看态度强硬,最后不投诉了,就商量一个最低要求,让小林和他的同事给他们家人道歉,结果义务科科长回答,不可能, 家属说,这一小小要求也不行吗? 英务科科长说,不行,我不知道我们护士错在哪里,为什么要道歉,最后病人也就不了了之了, 据小林说,整个住院期间,家人都很客气,这次纠纷终于沉埃落定,护士因传次失败,招致辱骂,殴打的事件屡见不鲜,被投诉要求赔偿者, 更是大有人在,其中儿科和急诊树验室是公认的重担师,家属认为患儿的血不能白流,但是,没有护士不想一针见血, 在患者和家属的索陪呼喊声中,护士常常感到委屈,依次传次失败,护士究竟错在哪里吗?要道歉吗? 传次失败除了技术问题,还有一大堆客观存在的问题, 比如肥胖,天气寒冷,脱水,血管系等等,讨论一,如何在工作中避免因为穿刺失败引起的纠纷? 一,很多因子都会导致穿刺失败,遇到特别难找的血管,一定要先把客观因素讲清楚, 如肥胖,天气寒冷,血管系等,让他们有着心理准备,即使失败了,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。 二,一次穿刺失败,切记不要耗强,得去再次扎针,如果再次扎不上,会增加病人不满的情绪,验发纠纷。 三,考验团队的力量,穿刺补上同时补上,遇到不讲理的病人换人穿刺更加要快,否则病人会越等越急早。 讨论二,护士究竟该不该道歉,关于穿刺失败的互利纠纷,不便的处理就是让护士低头认个错,甚至还有简单以赔偿的事,这显然不可取。 经验穿刺失败,护士到底没有错,该不该道歉,要是情况而言,该担的责任要担,不该担的就一定不能担,并不是每一位病人和家属都需要说道歉。 没有理由的道歉,只会助长歪风邪气,那样的话,医疗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劣。 在上述案例中,宝宝五次穿刺才成功,家长难免心疼,情绪可以理解,但部分青红皂派,单纯纸子护士,显然实质鲁莽,人都是有自尊的,而尊重从来是相互的。 医护人员要体谅病人的着急,痛苦,无奈,病人也要体谅医护人员的忙碌,辛苦,疲惫,只有这样,医患关系才会有和谐的可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